各位晚上好,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,先来看时政要闻。 祖国万岁,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文艺晚会,将于明晚在我台综合频道进行现场直播。 今天上午,晚会在我台一号演播厅进行了彩排,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精彩的节目。 晚会以鲜花的祝福作为序曲,共分为热血春秋,辉煌大夜,祖国万岁三个篇章,十五个节目,涵盖了歌舞,戏剧,以及诗朗诵,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。 在歌舞节目方面,宋祖英,毛阿民等众多演员带来了踏歌起舞,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爱你中国,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。 代表各族人民为祖国送上美好祝福的民族歌舞串编《十月礼赞》也将精彩亮相。 访谈节目《凯旋天安门》通过采访亲历者和当事人,重温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大阅兵的精彩时刻。 人民解放军三军一仗队,开出了由六十名战士组成的方战队伍,让观众提前感受人民子弟兵排山倒海的气势。 晚会还有一个特别节目,信念。 对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奉献的英雄模范人物,和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,进行回顾和表彰。 针对一些国内外媒体关注的北京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改善问题,今天国庆新闻中心组织中外记者前往北京清河采访水环境。 目前北京的再生水可以用于工业、农业灌溉、河湖补水、园林氯化等等,像奥运湖的水就是再生水。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京水资源短缺的现状。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,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更是启动。 在今天召开的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,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,十二五规划中的经济发展、社会民生等重要指标,以及重大工程项目将在明年初步确定。 整个规划草案也将在明年下半年全部完成。 十二五规划期为2011年到2015年,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乘上启下的关键时期。 针对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新特点,规划编制将突出体现统筹坚固的要求,正确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,内需与外需,投资与消费,中央与地方,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,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关系,使发展中各个方面相互适应,相互促进,良性互动,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。